电视剧《漫长的季节》 第七集的信息量也是很大的 诸如复卫军是沈默的亲弟弟 在2016年已经死在狱中了 那么那个找小路买药的人会是谁? 沈默到底死没死 被碎尸的是谁? 是谁公布沈默的裸照? 个人仍然坚信 沈默没死 被碎尸的不是沈默 因为可以肯定的是 复卫军和王阳都参与了抛尸 复卫军抛的是尸块 也就是碎尸案 王阳是把一具尸体拖到了钢场 扔进了熔炉 显然这里面起码有两具尸体 被杀的起码有两个人 能让复卫军和王阳都心甘情愿帮其抛尸的人 漫长的季节中的人物 就只有沈默有此能力了 因此 被碎尸的肯定不是沈默 什么四节横文的手指 书包之类的信息 都是沈默刻意为之 制造自己的假死 被碎尸的大概率和港商有关系 很可能是港商身边的女孩 那么是谁公布的裸照呢 目前来看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沈默大爷公布的 一种是那个港商搞的鬼 大爷动机很好理解 当漫长的季节 中复卫军找沈灰麻烦的时候 就注定了 当沈默表明 是自己让人对沈灰下手的 大爷直接怒了 说要沈默早晚死在他的手里 侯岩松饰演的大爷 这个有着强烈控制欲的变态 怎么可能忍受被沈默算计 自己的洋娃娃不听话了 大爷就要毁了他 从小到大 李更西饰演的沈默 没少遭受大爷的虐待 因此大爷是有机会给沈默拍裸照的 在明白沈默是铁了心 要和自己断绝关系后 他自然会爆出沈默的裸照 让沈默名誉扫地 在陈明浩饰演的马德胜 查碎诗案查到沈默头上时 让大爷大娘来认诗 大娘还哭了哭 可侯岩松饰演的大爷 那就是兴高采烈了 一点悲伤的情绪都没有 那是春风得意马蹄急 那画面 更像是他儿子结婚的现场 沈默死了 这个结果 大爷很满意 还有一点 漫长的季节 中陈明浩饰演的马德胜 仔细查看沈默裸照的时候 从一张照片上的暖水壶 找到了部分信息 暖水壶上面有字 经过同事的辨认 像是一个惠字 而那个暖水壶明显已经掉漆了 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个字不是惠字 而是一个松字 只是掉漆了 加上照片模糊 看着像惠字 这样的话 裸照是大爷曝光的 可能性就更大了 因为大爷的老家就在松河 那些裸照 就是在松河的某个宾馆拍的 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港商拍的 漫长的季节预告里 大家可以明确看到 李庚西饰演的沈默和港商是有交往的 没准是港商想要得到沈默 但是沈默不从 港商就找了帮手 一个可能在维多利亚上班的女孩 靠近沈默 并且给沈默下套 沈默被侵害 裸照就是那个时候 港商拍的 后面傅卫军得知了这件事 就把港商和那个女孩都杀了 这样的话 如何上后就是个问题了 为了不让警方怀疑自己 李庚西饰演的沈默 就制定了假死的计划 他被港商身边的那个女孩给碎尸了 之后砍下自己的小拇指 混入尸块 再把自己的书包和尸块一起抛了 制造被碎尸是沈默的假象 而港商的尸体 就由王阳来处理了 漫长的季节 中王阳熟悉钢厂的地形 因此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一具尸体带到场子里 把尸体扔进熔炉里 神不知鬼不觉 因此场子里流传着港商卷钱跑路的事情 没人知道港商其实被杀了 而且警方掌握的线索来看 在港商所谓的失踪后 有人从港商的账户上取过钱 最有可能的是 漫长的季节 钟李庚西饰演的沈默 在和港商交往时 知道了港商账户上有这笔钱 在杀了港商之后 沈默让复卫军或者结巴去把钱取出来 这样他才可能在假死后 继续活着 毕竟活着就需要花钱 钱是必需品 而马德胜也不是庸才 在查岁事案的时候 肯定查到了复卫军和王阳 按照设定 复卫军是入狱了的 王阳当年就自杀了 估计当年潦草结案 就是把他们两人当作嫌疑人了 而王阳自杀 必然跳江自杀 就是从那座桥上跳下去的 问题是 王阳的尸体到底有没有找到 因为有一个问题 就是范伟试验的王小 从来没有到儿子的墓看望过 他就是到了桥上 和王阳说说话 按理说 王阳要是有墓的话 是不是去墓上说更好 唯一的可能就是 王阳的尸体没有找到 王阳只能到桥上和儿子说话 因为在桥上 距离儿子是最近的 那样的话 王阳是不是也有可能没死 和沈默一样 都是假死脱身了